我们是不是觉得 念真导演是个风趣的人 是啊 那你在婚姻当中你浪漫吗 一点都不浪漫 一点都 都没有做过浪漫的事 我不晓得浪漫的是怎么做 而且不晓得是什么东西 因为我觉得 作为一个丈夫的责任 就是养娇活口 对 薪水交给她是最浪漫的事 对 没了 这么实在吗 真的 这样老婆也觉得OK 老婆当然有时候会念 一下但是基本上 她也是一个蛮实际 护士出身通常是很在意 实际状况 对 那你的婚姻哲学是什么 我已经跟很多朋友讲过了 人一时风平浪静 刻一步 海阔天空 哎呀就是常常听到 长辈讲这句话 我对婚姻一点憧憬都没有 不是不是 因为我觉得 你想想看 你想想看 你有时候 你人啊 要跟同样的一个人碰在一起 很难啊 一定是不同样的人 对不对 你的朋友那么多 那个有时候这样几分钟 接触几分钟之后 都会不舒服了 就是都会某些东西 口角 有冲撞 都是观念不一样 何况是另外一个人 天天在一起 天天碰在一起 对啊 哪里会这样 那所以这个过程 为了节省很多 并不必要的 纠纷 争执 的时候就是 好你说什么 此次我等下 我忍一下就过去了 避免纠纷 大家守独法律啊 不是 我的哲学是这样 到最后你要道歉 道歉 因为如果两个争执在那边 都不道歉 会影响整个生 家庭的气氛嘛 甚至会影响到小孩子 对 那你这样 我又是一个 而且四字座是不是 比较不喜欢道歉 对 对 很不喜欢道歉 不喜欢道歉 你就不要去争执 没错 所以就忍你死风 平安 对 为了避免有这个结果 就不要有那个开头 对什么 好 OK 对对对 任何指责 你就接受 就这样子 我们就把36题 停在这个舞蹈 我觉得蛮不错 形象最好的地方 对对对 可以可以 他是一个能忍耐的人 是的 忍了40年不久 我没有这样讲 你千万不让我爱死 没有你这样 你这个 你害我 人家别人忍一时 他忍40 很厉害 我没有忍40 我说某些冲撞的时候 你就避一下就好了 真的是这样子